这是发生在日本街头的抢劫事件 被抢的是一名高中生 离奇的是 这名高中生虽然被逼到阴暗的墙角 被其中一名不良少年打了脸 结果却非常的意外 劫匪不仅没有成功得手 反而疯狂逃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遭遇抢劫的高中生 名叫任牙 他继承了路上最强生物 泛马俑次郎的血脉 拥有极强的体魄和格斗技巧 在他出场的时候 地下的老鼠 都能够第一时间 感受到来自任牙身上的危险气息 纷纷排着队逃命 但是这两名劫匪 却把目光盯在了任牙的身上 任牙的脾气很好 被两名劫匪拦住去路 还被一拳打在脸上 任牙不仅没有还手 反而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 一旁的劫匪随后掏出匕首 准备给任牙一点颜色看看 逼迫任牙拿出自己的钱包 可是任牙的身上 却爆发出诡异的气息 任牙的头发无风自动 身上似乎有一股白色的气息 笼罩在身体周围 这是任牙只有感觉到危险 才会出现的一种状态 劫匪看到任牙的这种状态 他也敏锐地察觉出了危险 手中的匕首在手中不断地变小 最后竟然变得只有钥匙圈大小 这并不是魔术和幻觉 而是劫匪对当前形式的一种判断 劫匪和高中生都沉默了 对于高中生任牙来说 他不敢出手 因为一旦出手 面前的劫匪必定会落下终身残疾 劫匪也沉默了 他也不敢出手 因为自己手中的凶器 面对任牙 可以说 就是一个钥匙圈大小的玩具 根本威胁不到任牙